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我们今天来谈日本的政局 日本政坛经历了一场 暗潮汹涌的大混战 选出了自民党总裁 日本的新首相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就任之后 随即推出20名内阁阁员 他在10月8号 在众议院发表了 就任之后的首次施政演说 把应对新冠疫情定位为 他首要的课题 他也表明要推进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岸田文雄在选举期间 对于中国的立场强硬表态 那么在上任之后 他将会如何应对中国呢 我今天请到四位专家来分析 还有日本接下来要在10月14号 解散众议院 10月31号投开票 今天也要解读日本这些政治议程 对于政局有什么影响 首先我请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 陈永峰来分析 这是一个过渡内阁 下个月就越会改组了 14号就会解散 31号就会投票 所以只剩下三个礼拜左右 然后11月初就会出现新的内阁 这里面大概还会有一些改变吧 选取后就会总辞了 新的内阁就会出现 但是应该因为只有经过一个月的任命 所以大概续任的人会占大部分吧 如果岸田文雄内阁没有出现大的危机的话 选举也没有输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超级过渡性的内阁 如果应该提出特色的话 菅义伟内阁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外务大臣茂雯兵充跟皇位大臣安幸福都还留任 所以在国防外交上面 大概路线上是不变的 但是理论上是一个选举内阁 因为马上就要选举 但是当然是看守内阁 虽然失去了议员的身份 但是仍然是阁员 但是是看守型的 因为没有众议院的嘛 连首相自己都失去众议员的身份了 所以非常过度 那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观察岸田文雄 接下来的新首相的政策 可以怎么观察呢 所以现在只能10月31号 他必须连任 而且要选得不错 政策基础才会稳固 在执行党里面的位置也才能够稳固 虽然现在他已经是首相 但是他第一建设路就是解散国会 菅义伟内做的事情 所以菅义伟内的一年任期 全部没有选举 那是一个大失败 所以岸田文雄反而提前 大家认为11月7号或者是14号 还会选举 结果再提前到10月31号 这很棒的 非常厉害的决定 怎么说这个决定非常厉害 虽然只有提早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但是马上把该做的事情做一做 因为没什么好拖的 而且现在日本的疫情突然好转 只能趁现在 所以决定的非常快 岸田文雄非常之期待 我的看法里面 大概是最近二三十年来 日本的所有的首相 所有当过首相的人里面 个人的资质最好的 个人的特质 资质上最好的 非常之的期待 您是指他的能力是吗 执政的能力是吗 没错 总体的能力 总体的能力 所以现在这样的乱世 日本出现这样的首相 我觉得是日本的幸运 那这么厉害的首相 你觉得他对于中国的政策会怎么样 他会怎么样去应对中国呢 表面上软 但是实际上硬 表面上软 实际上硬 实际上会更硬 就算有战争 他也不担心 全部在他的计算里面 但是表面上会更协调 会比安倍金山的后期 或者是安信夫强硬的发言 那些事实上都是没有用的 国防外交上不是用强硬的发言 就可以处理的 反而是协调是厉害的 岸田文雄做得到这一点 所以岸田文雄的协调能力很强是吗 非常强 所以在党内没有敌人 所以这次的总裁选举 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民间的支持度不高 书和也太郎非常多 但是他在国会议员的票上面 遥遥领先 这个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跟他的同僚们 或政治上的专业集团 非常具有协调能力 特别是国会议员间 要交朋友不容易 但是这么多人投票给他 不适于他在平间的支持度那么低 那他以前担任过外相 他的外交能力怎么样 他英文完全没有问题 他从幼稚园到小学 三年级是在美国度过的 所以他对英语非常有自信 也有兴趣 所以他至于说 他的兴趣是夏威奇跟学英文 然后他又是战后 担任外务大臣时间最长的人 长达四年多 都在安倍晋三的内阁底下 他也曾经兼任过防卫大臣 而且是日本历史上 唯一同时当外务大臣 又当防卫大臣的人 所以那个时间不长 那您觉得他未来 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他未来会经过什么样的难关 选举 选举 10月31号的选举 不能选输 而且要赢得漂亮 然后明年又有选举 明年的7月 有参议院的一半的改选 所以两次选举 要有办法通过他的自民党总裁的三年任期 才有办法好好通过 首先是这两件事 然后外交上的跟中国的关系 能不能改善 要不要改善 然后前面的两个首相留下来的 要请习近平到日本当国民的访问 到底要不要实现 另外就是明年2月的北京的冬季奥运会 日本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然后另外钓鱼台问题 南海问题 日本的角色如何 这个都考验他的对应 好的 谢谢陈永峰老师 日本国防外交的大臣不变 一般认为日本在短期之内 应该还是延续 亲美抗中挺台的路线 那么刚才陈老师提到 岸田最大的挑战是选举 日本媒体对于岸田内阁支持率的民调 大约在50%前后 其实并不高 比去年9月 菅英伟刚刚上任的时候 还低15到20个百分点 那么因为民调 关系到10月底的众院选举 而众院的选举结果 可能会影响日本的对外政策 那么接下来 请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 郭育仁老师来分析 假设说10月底的大选 自民党本身没办法单独过半 那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因为长期跟自民党 联合执政的是公民党 但我们在谈到说 自民党内的亲中派是二阶派 二阶俊博为主 可是其实联合执政的公民党 才是中国长期在拉拢的对象 所以如果自民党中院大选 没办法单独过半 那公民党的角色就变得非常关键 那他就会变成是中国把手 升进日本国内政治的一个 很重要的破口 那田文雄本身的一般的民调 这么低的状态之下 纵使有办法挺过中院大选 能不能坚持到明年7月份的参院改选 是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变数 如果自民党在明年7月失去参院的多数 那情况还是一样糟糕 所以日本国内政治有冲荡的时候 通常都是中共把手 升进日本国内政治 然后来操弄日本对中政策的一个最好的时机点 所以虽然说他在组阁的结构上面来看 对外政策啦 尤其国防外交政策最终强硬 短时间内不会有影响 可是考量到中院大选跟明年的参院改选 不确定性还是蛮高的 所以明年参院的选举不确定性比较高 还是中院跟参院的不确定性都很高 其实我觉得是明年参院改选的不确定性比较高 因为岸田内阁刚上路 还是会有一小段的蜜月期啦 虽然说不长啦 这一个新人亲戚像会反映在中院大选嘛 我是认为说自民加公民过半的可能性 还是很高 可是自民党单独过半的可能性 我觉得不确定性非常高啦 那你纵使自民加公民可以过半 那明年的这个参院改选就又很难说 中共为什么这段时间对日本会特别的容忍 纵使这么多日本政要一直不断的讲要停台 我觉得中共它的容忍是有目的性的啦 因为它非常擅长利用民主国家这种体质上的弱点 它知道你要选举啦 那可能你的政权会不稳定 那这种状况之下 它来干扰你的对中政策 它是可以事半功倍 所以我觉得老公现在打的是这个算盘 这中间中国当然会不断的干预啦 例如说11月初如果中院选举完 我觉得中共就开始发球啦 发球给安全文雄去接嘛 第一个就是习近平防治 那第二个就是中国表态要加入CPTPP 看这个新的首相怎么接这个球嘛 然后第三个就是明年2月的北京冬季奥运嘛 那接下来12月又是中日韩三国FTA的峰会 那今年的主办国又是日本 所以这一些议题中国会不断的丢球 那我自己的判断我觉得中国会试图把 它要加入CPTPP这件事情跟中日韩FTA把它挂钩在一起 那这个对日本企业是一个诱因嘛 可是安全文雄它在对外关系上 基本上是走安倍路线嘛 所以这两件事情就会变冲突啦 工商业界的诱因跟坚持安倍路线 这两个对冲嘛 中共非常擅长利用民主国家这种矛盾 这种体质上的弱点 让你自己打自己嘛 您是说在经济方面 企业界会希望跟中国比较友好的交往 但是岸田如果继承安倍的这个国防外交政策的话 可能对中强硬 那就跟经济方面跟企业界是对冲 对 那不管是哪一条路线胜出 其实这个就是中共要的 要造成你内部的矛盾嘛 它是用透过这种方式来操弄你的对中政策嘛 那这一次岸田文雄的内阁官员当中 有一个新的叫经济安全保障大臣 那这个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因为中国非常惯于使用不正当手段的科技行为 或者是非市场性的措施去干扰正常的贸易秩序 那这个主要负责的就是针对中国这种不正当的科技行为 跟用非市场性的措施在干扰贸易秩序嘛 可是我觉得这个经济安保大臣 他能不能做到原来期望要做到的事情 其实还是要看我刚刚提到那几件事情的结果啦 就是众院的大选基本上会决定 这个岸田他的施政的主要的方向 假设说他众院选取的还不错 自民党本身单独过半 那我觉得安倍路线会非常突出啦 可是如果众院选举不是太理想 那公民党就变成关键地位 那这个状况之下 岸田想要印也很难印得起来啊 好的 谢谢郭育仁老师 岸田文雄将如何应对中国 这个问题接下来请教日本研究专栏作家谢文生 对岸田政权跟中国关系的观察是这样 就是说岸田派传统上来讲 在20世纪末以来跟中国比较亲近 那个背景当然是因为那个时候 日本经济的没落 泡泡经济没落之后 他找到出路跟中国 那个时候国际环境也是提高倾向中国 这个背景在 那当然现在环境不一样 岸田其实也有需要到这个部分 但是他自己的转变不代表 岸田派全部都会转变 因为岸田派里面还有一部分 是在岸田派的前会长 谷鹤城的影响之下 那还是对中国是比较亲近的 那谷鹤城本身就是一个亲中派 所以明年7月参议院完之后 常常会看到岸田路线 就是他的中国路线才会比较清楚 第二个要观察就是说 明年是日中建交50周年 还有包括习近平 会不会要防日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 必须密切观察的事情 那尤其日本像国内经济的疲惫 会不会中国利用这个机会 再度在疫情收缩之后 打出观光牌 或怎样的经济的利多 来希望来交换习近平防日 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观察一个重点 好的 谢谢谢文生 接下来请教台湾师范大学 东亚学系主任林贤生老师 我说没有 它没有亲中的空间 因为美中对决这么一个大格局 它没有亲中的 因为日本就在外交安保方面 都要跟着美国走 所以它没有空间 而且日本本身面临的中共在东海 在南海这些东西 事实上也威胁到日本 在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就几乎反中成了一种风潮 你要在亲中 变成大家的一个讨厌的对象 比如说被视为亲中派的 那个干事长的二階 那么日本美国也讲说 二階一出来讲 我讲什么话 那么菅义伟的内阁制度 就钓鱼趴 所以整个风潮都是这样去的 特别是现在所谓 中国的专业外交 最主要应该是 还是钓鱼台 中国真的太强势了 现在整个气候不立心中 所以日本的企业 在这方面也不敢讲得太大声 特别是中国 要求一些外国企业 强势的姿态 我最近又缺电 又停电 这就变成中国的投资环境 不会是那么的好 所以日本的企业 从这样换个脑筋 到东南亚去 那这样子 日本国内的 所谓亲中的氛围 亲中的土壤 慢慢慢慢肉化掉了 好的 谢谢林老师 接下来请您和我一起关注 10月31号 日本众议院的大选 看看岸田文雄的表现如何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